韩国偶像团体刚出道时,公司都会帮忙安排宿舍 因为韩国人认为比起自助,团体生活能让成员们更加熟稔,彼此有照应 外出活动也相对方便,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成本在成员集合上 另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,成员本身不是首二人,甚至是外国人 由公司准备宿舍也比较惊人轻一点 今日,在JBC的审明唱片店中,温丽讲述了住在宿舍最小房间之一的挣扎 在谈到室内设计时,温丽谈言,她仍然和其他成员住在宿舍里 所有房间的大小都不一样,但她住着最小的房间 在入住成员们第一次分配房间时,温丽好心接受了其中最小的房间 今晚成为成功的QQ艺人,已近9年的时间 但温丽仍然住着这个房间,她只有一张床,一张迷你键盘桌和一个铁质小衣柜 房间里甚至没有地方让她顺利的走路 由于睡的是高架床,而且天花板很低,所以温丽经常脖子痛 作为偶像的龟贤,对温丽的挣扎表示同情 龟贤说,Super Junior时代,她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有时候她会提着一个手提箱,四处走动,长达一个月之久 爱的韩社,每日结束我最新韩语,按点赞和订阅哦